大家好,我是小怪 今天带来一个女子不小心闯进特殊玩具店 试玩过一次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故事 宝希在一家儿童玩具公司工作 虽然家里有爱她的老公和可爱的女儿 但她的心思却不在他们身上 她把自己的重心全都放在了工作上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宝希的丈夫是一名大学教授 因为妻子一门心思铺在工作上 忽视了夫妻间的感情 所以丈夫感到很郁闷 她经常和同事抱怨 可同事却不停地炫耀自己和妻子的感情 丈夫听完之后更受伤了 终于有一天,丈夫选择离家出走 可宝希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 此刻的她即将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 她想要在项目结束之后再去想办法安慰丈夫 可没想到在合作哪天 宝希的妈妈发现女婿身边有一个女孩 她立刻打电话告诉了宝希 宝希气得来到宾馆门前 开门的是一个性感的日本女孩 宝希虽然生气 可她还是决定先去台湾合作项目再说 可没想到在产品展示的时候 宝希错拿了一份快递 这导致她的展品都变成了情绪用品 最后宝希在领导的咆哮声中丢了工作 宝希找到邻居南希 因为她怀疑这是南希故意弄的恶作剧 她气冲冲地敲开南希家的门 想找她理论 谁料却被南希讽刺了一番 宝希回到家 坐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看着手机里丈夫的电话号码 宝希还是没播出去 郁闷的宝希来到烤肉店借酒浇愁 却在这碰到了南希 经过一番推心致富的交谈 两人发现居然很聊得来 南希是一家成人用品店的老板 她邀请宝希去店里参观 并送给她一个小礼物 初次体验过后的宝希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于是她决定和南希 宝希共同经营这家成人用品店 并立志打造一个全球知名的 成人用品品牌 于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宝希开始了新的事业 不仅如此 她还解开了和丈夫之间的误会 原来丈夫并没有出轨 那个日本女孩 不过是朋友的女朋友 可宝希还是决定 暂时将丈夫保密自己的工作 同时 为了制造出更受欢迎的产品 她对丈夫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再后来 宝希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 就和南希申请参加了产品展示会 曾经的玩具公司领导得知了这一消息 她决定要借着这次机会展开报复 她要让宝希的公司 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跌落谷底 展览会当天 宝希的展演非常成功 可没想到 宝希在这表演的消息 被人通知了丈夫 看着在台上热舞的宝希 丈夫非常生气 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剩下宝希独自一人 与此同时 警察也突然出现 他们接到举报 说有人在展会上进行淫秽演出 就在警察即将逮捕南希等人的时候 宝希及时赶了回来 她说 从事这个行业并不是丢人的事 她也只是想要改变大众对她的偏见 从而让更多的人 能体会到幸福快乐的生活 经过一番真挚的表达 领导被她的话打动 就撤销了对宝希的举报 这件事虽然解决了 丈夫那边又出了问题 因为宝希一直专心工作 忽视了对家庭的照顾 这也导致丈夫对她越来越失望 丈夫决定带着女儿彻底离开这个家 三个月后 宝希终于如愿以偿地 把自己的品牌做成行业第一 之前的领导也亲自为她 颁发年度企业家大奖 可坐在台下的宝希 看着女儿画的画 一时间所有的往事都涌上心头 最终她放弃领奖冲了出去 她想追回丈夫和女儿 此时的妇女俩正坐船离开这里 宝希一跃而下跳进海里 丈夫健壮急忙也跳到海里 驻下了宝希 听着宝希真诚的道歉 丈夫最后也原谅了她 一家人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郭哥看大片 对了 这部电影叫做工作女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